是的,大概那個時間,我測試了給你 我們40分鐘完 OK 即是40分鐘完 好,那還有幾分鐘才開始嗎? 現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OK 好 是嗎?OK 好 整天早上喝茶,看你頭痛痛的 這次總之就是煩 說來聽聽 在半年前,我把Sacomento的房子租了給那些年輕人 誰知道上個月就收到屎府通知 說我的房子因為被人非法重大 現在的房子因為整個房子發霉 還弄得被屎府封了 原來是這樣,你打個電話,找還傑證公司 他們有專人協助你向屎府寫文件 申請解封回屋 不僅如此,還傑證公司還可以幫你屋 全面殺滅煤菌,恢復原貌 真是這麼厲害 做完歌舞之後 他們還會幫你做不同位置的室內空氣檢測抽樣 送去實驗室分析 那還傑證公司幾號電話 你呀,650-808-8884 記得寫下電話 是650-808-8884 好啊,我在這裡一直在說話 很安靜的,什麼聲音都沒有 好啊,不僅僅 快追跨看,然後先走了 快點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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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快點通話 快點通話 直播室, 因为Cindy还是外游中 希望去度过一个很开心的圣诞假期 现在电话旁边有住博士在这里 住博士好 你好啊, 你好 住博士, 你好啊, 住博士 这个假期有什么好贴士提供给大家? 无论你吃了什么 你都要好又想吸收 不要希望排走 所以一定需要血管 它的弹性, 扩张, 很重要 血管好的时候 不好的东西又可以拿走 需要的营养又可以放进去 所以血管你说很重要 而有什么又便宜又好的 是对血管好呢? 就是洋葱 这个洋葱如果变成胶 就是要放很多洋葱 然后浓缩它, 又要把渣 从苹果胶的做法就差不多了 而洋葱的分别 跟苹果呢 就是洋葱没有水的 所以反过来 你又要帮它出了些水 因为它基本上 你要放很多种洋葱 而如果你选择红色 或者选择黄色 就没有什么胶剩的 那份量就要一百只洋葱 都未到 洋葱在煲上 洋葱是咬的 然后有些方法 第一 就是选择白洋葱 那些胶质就特别多 另外 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Winco仔 不知道有没有试过 你都在翟身走天蓝 Winco仔很厉害 因为家人就在香港 他现在在美国自己獨立生活 那你有没有试过去餐厅工作 因为我本人那时候 有试过去餐厅工作 那切洋葱那一部分 就不受欢迎的 因为切洋葱就会飙了眼水 那处理这些洋葱是怎样的呢 有没有这样的洋葱呢 洋葱呢 其实最好 你切洋葱就很麻烦 对吧 你的眼泪 很多时候有一种方法 就是先放洋葱进冰箱 10至15分钟 冰了它之后 放入冰箱也可以 冰一冰它 那里面有个烤素 就防止它 即不是冰了洋葱 多少都拿出来 但是10分钟左右 就会令到烤素的影响 没那么厉害 是 另外 当然 有些人试过去叮一叮它 又发觉 又对洋葱又好些 另外就放入滚水 全部都要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那个方法就很有用 还有些 有人试过戴着眼罩 然后又是有些 有些这样的知识 但最重要的是 你切了洋葱 最重要是切白洋葱 否则最后要搞到要切很多洋葱 对吧 这个白洋葱就多了很多胶质 然后就是放在一个小锅里炒炒它 就可以令到它 因为洋葱有沉衣在 它会令到它很难在锅里面 才能煮至它软 所以那你又要很多 始终你也要很多 即使我说不用100只洋葱 用白洋葱 你都要成20只洋葱 所以你放在里面的时候 你切好它 有些人就说用搅拌机 搅拌机最奇怪就是 会搞到它 那个洋葱的Quality 出的那些胶质 没那么好的 所以最好是切的 切了 做了它之后 煲完一轮 那些水就出了来 你要加水 然后洋葱渣就隔走它 当你有了那些水 即煲过洋葱那些水 那些水浓缩了一段时间 即需要两个钟 那些水 隔走渣 你再煲它 当你第二次煲 对了再煲 第二次煲 那里才有些胶走出来 因为之前煲完那些 未隔渣 那些叫pre胶 未曾结胶 未曾撞在一起 那你要拿走那些渣 如果不是整只洋葱 都变成了洋葱膠 那洋葱膠要如何结胶呢 就要第二次煲才有这个效果 跟苹果胶一样 都是要这样隔走那些渣 但是隔走那些渣 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那些苹果的渣 和洋葱的渣 就是前几天 我做过访问和KenKen 那个苹果的渣 和洋葱的渣 不要放掉它 你要加上洋葱渣 再放些新鲜的洋葱 新鲜的苹果 去煲湯 好喝的 很好喝 很好喝的 很潤的 即是分开 还是苹果就苹果湯 而洋葱 就是苹果洋葱湯 这个 这个你喝了 你会觉得很棒 你灑上胡椒 加上一点盐 你会发觉 只用鸡骨可以有鸡骨 煮鸡骨很滋潤 肯定是有人试过后会打进来 因为很多人在香港也试过 有时候我讲一下 因为免得浪费了鸡 做苹果胶拿了一些苹果胶 做洋葱胶拿了一些苹果胶 其实那些苹果胶可以做苹果批 这些苹果胶已经浪费了 但是如果你用来做苹果洋葱汤 再加一些新鲜苹果 再加一些新鲜洋葱 每个人都会说很特别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要用火候直接煮 要双银 双银 一天两天都没问题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银?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银? 他另口 不知道什么叫银 不知什么叫银? 有个银庄 不要直接在锅里 用火串滚汤 有一个银,加水在锅里 蒸布 银很简单说 你拿一个蒸笼,很大的那些 放满水之后 就放一个平时的煲汤的煲 进去那个蒸笼里面 然后那个蒸笼就不要来蒸 蒸笼就用来煲水 一个煲在另外一个水煲里面 即是隔了 变成不是直接火候 它就间接经过滚水 再在那个煲里面 这样才有滋 那你可以怎样做 蒸笼在里面 但是我想问 如果变成洋葱胶 煲得这么长 它是否呈现一些稠一点的状态 类似是 例如炒菜 就是说加一些生粉 变成有少少黏性 是不是那些去到胶的状态 就是有少少黏性 记得洋葱苹果汤 就是用渣来做 隔走了渣 剩下的那些叫做银 再煲下去 再煲多一整个钟 这样就变成洋葱胶 而这些洋葱胶 你会感觉到是稠一点的 其实本身的胶 是以前用来做啫喱的 就是那些果汁 这样的 那怎么再稠一点呢 就是加糖就会再稠一点 那你就不要加糖 因为你试一下 这个holiday 完了之后有新年 完了农曆新年了 你试一下这样 就是平时吃甜食 平时吃糖 吃什么 你试一下全部 那些甜的饮品 全部不要喝 只是喝这个 苹果洋葱汤 或者喝水 你试一下 咳了它 整个月 所有那些汽水 什么都不要喝 你看看你身体如何 反应是很不同的 很不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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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听一听 说客户的话 转过头回来 继续和赵博士 周末吃碗面 不要问几点 好 嗯 时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青岛中文电台 你正收听的是 AM1400 青岛中文电台 粤语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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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拍完 風水好 環境好 研究提供 武员殿下全套服务 新推出的开发区 全面特价优惠 詳情请电 重拍完 华人部 650980 赵博士 是在此 赵博士 洋葱加拿不是说到差不多了? 洋葱膠差不多,但你可以用洋葱膠放進法國洋葱湯 你可以加洋葱膠進去 這個好,即是做些節日食都可以加洋葱膠 其他人一喝下去,為什麼法國洋葱湯有些莫薩拉芝士 為什麼那些味道靈性不同? 直接用洋葱膠和洋葱膠做聖誕美食 對,很多食物可以吃的 所以對身體覺得靈性不同 好,現在接回來 小心,415-990-4468-990-4468 哎呀,一回到家就打黑癡 好像有鼻敏感感,真的很辛苦 可能是家裡的冷暖氣管道積了一層 如果是就會積聚細菌,對身體有害 那就快點找恆恩冷暖氣管道清潔公司 清潔一下管道啦 它有大型的機器,專業的技術 全方位的管道服務 查詢電話415-349-1641 415-349-1641 喂,Amy,幹嘛懶口懶面這樣? 哎,經常覺得牙鬆鬆的 東西硬一點都不敢咬 真是怕過多幾年要剝掉牙 那就肉酸了 不用擔心,應該是牙周病細菌入侵了牙骨 快點找女警長牙醫 現在用最新的立屁激光治療 兩次就搞定了 怎樣找她的? 女警長牙醫診過在Danville 520-Lagondaway-1017 預約電話925-837-2300 925-837-2300 周末食碗麵 哥哥哥表面 回來周末食碗麵 今天跟我合作的就是 Winkle仔 Winkle仔 現在在控制台那裡 就接趙博士出來 剛才講到就是關於 洋蔥膠 以及蘋果膠 講到怎樣去處理 去成膠 還有皮膠 還有就是 剛才趙博士講的一件事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也有幾個大節日 節日的時候經常都問 Winkle仔 你有沒有朋友說 喂,我們開派對 有什麼做來吃 對,就想不到剩什麼吃 有健康的 一陣子健康 是的 現在年輕多吃什麼 年輕多吃外賣 多吃外賣 周末師聽到雲有雲 周末師你好 我也年輕過 當然試過 特別在讀西醫 整晚讀 當然是叫外賣 怎麼做呢 是 但是你會想起 如何去清一下這些東西 洋蔥的功效 整體來說它有抗氧化 它對糖分的血管也好 就是糖尿那些好的 它有幫助你消化 然後它本身有很多營養 它還有幫助你消炎 所以 還有要保老的 洋蔥才重要 變成這個 但是你怎樣 剛才你也說 只開洋蔥也有這麼多煩惱 你怎樣令到那些東西好吃 你拿了洋蔥膠 做出來之後 你可以直飲 但是除了這樣 你可以放進去做法國洋蔥湯 哇 對 法國洋蔥湯 那你用法國洋蔥湯 你平時水加洋蔥 但是現在你可以用洋蔥膠的水 來代替你的水 但是沒有破壞到 如果我們做了一個法國湯 它有些味道 可能有些其他的調味品 加上洋蔥膠 是沒有影響到的狀況 沒有 還有 洋蔥膠你做定了 譬如喜歡有一天 你有空的做了它 你可以冰了它 放在冰櫃裡 冰了它之後 放兩粒 兩三粒冰下去 洋蔥膠冰 下去你的洋蔥湯 這樣又方便 因為不用同一時間 已經做洋蔥湯 洋蔥湯有不同的方法 有時候會攪拌很久 變成你可以 我廣東人 我喜歡用Mozzarella cheese 我不喜歡太重的那些 但是我那個洋蔥膠 因為我都說是稠一點 你會很重洋蔥味 同一時間是一個不同的口感 再加一些黑胡椒 還有那些芝士 你看看你自己喜歡的那種 recipe 那你又放一些新鮮的洋蔥 洋蔥在裡面 那你就有個口感 有個香味又新鮮 但是你總是覺得有些什麼不同的 我喝你的洋蔥湯 你的法國洋蔥湯 和其他人的法國洋蔥湯 為何不同的呢 那你那個秘方就是 用了洋蔥膠 在裡面 對了 那你還可以放些酒 如果喜歡放些白蘭迪 放些東西進去 兩匙羹的白蘭迪 哇很亂為 不知為何 好像不同的 那半個匙羹的黑胡椒 那你又可以放些東西 譬如是time leaves 總之有些東西進去 你便會 哇 總之有些東西 我跟足你了 但你又不要告訴別人 你放一盒洋蔥膠 你就已經出神入化了 對身還是好 那你剛才弄整個膠 就可以用來做蘋果批 那蘋果可以真的 學一下趙博士這樣說 首先上網就是 基本的法國洋蔥湯 怎樣做 然後再處理洋蔥膠 就趁著這一個字日 好好地回饋給你的朋友 你也知道你真的有很多人幫過你 都是的 你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話想說 那讓我暗炎一點 試一下 如果是這樣 用來炒蛋 蘋蔥膠炒蛋 那些東西 洋蔥膠炒蛋 洋蔥膠炒蛋 洋蔥膠炒蛋也可以 炒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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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肉也可以 是的 這樣就好了 換句話說 其實可以作為一個烹調 或者調味的一個好的用途 你想想整個概念 為什麼會弄到這樣 因為很多太空 上太空那些 回來 沒有地心吸力 那些血管 形勢有些問題 所以 那時候在NASA研究 洋蔥有沒有什麼功效 可以對血管 防塞 閉塞 這樣就找到這些東西 你拿回來煮 煮食又厲害 對身體又特別好 現在的數據顯示 那些數據或者報告 看到 要維持多久 吃洋蔥膠 才會有 可以通到血管的作用 通常 你在60天 30至60天 做一個療程 如果你想做療程 如果你要隨便吃一下 那就隨便吃一下 但是 如果你的白洋蔥做這件事 它不僅如此 你還會留意到自己的睡眠 零食會睡得軟 因為有提供深入睡眠的功效 所以這個洋蔥 所以你如果拿來做療程 就不要隨便 如果你的療程 就是30天 就是你一個星期裏面 兩三天都是這些洋蔥 燉了一個洋蔥 蘋果湯 然後又有洋蔥膠 在這些煮食上 就是這個療程 就是不要吃同一樣東西 每天都吃同一樣東西 很悶的 但是如果你能夠 到處都放些洋蔥膠 這樣做法 你又不知不覺 就吃了三四天 嗯 是吧 雞肉 是呀 是呀 因為現在大家都著重 對身體的反應 紅色洋蔥有些人敏感 所以為什麼白洋蔥這麼特別呢 就是很多人就說 我喜歡黃洋蔥、紅洋蔥 香港就買不到什麼白洋蔥 因為白洋蔥最好就是有機 因為在地上生的 但是如果是白洋蔥 唐人就很難找到 他們說 嗯 但是那些洋蔥膠 譬如我的處理 譬如我做了 剛才你說的程序 已經是煲成膠 那我放在雪櫃那裏 那個保鮮期 通常都會不會 會比較長一些 還是很快就已經失效了 在雪櫃 就只有一兩天 當然它又整了之後 又失效 但是冰櫃呢 就不同了 冰格呢 你就等五天 都還是很好 是 我常常問的問題 你說呢 洋蔥膠 起碼要二十來三十隻洋蔥 嗯 問題是我的鍋子 沒有那麼大 我讓二十來三十隻洋蔥 你可以分開做的 要是就 要是買一個很大的鍋 然後做 要是做少些 然後每次就放開它 然後倒過來 倒過來就一個大 有好幾碗 是啊 我本身就打算 然後弄了一些舊的 然後倒進去 因為Wingo仔 現在要找幾個 煮菜做菜的好方法 令到身邊那個 就對它更加傾慕 所以就要問得清楚一點 記得用鑊 因為鑊 鑊可以令洋蔥 你也說很牙位 除了它 它又要出水 除了這樣 它自己本身都很挺 很挺身的 我又說不要打碎它 那你切了它之後 你最好在鍋裡 煮至它軟了 然後再放進鍋裡 煮至它變成膠 然後隔了洋蔥渣 這樣 厲害了 今集趙博士 帶了給Wingo 一個非常好的資訊 當然我們不同年紀的朋友 都可以用洋蔥膠 去迎接這些自日 做法國洋蔥湯也可以 蘋果糕也可以 主播士今天就先做速理性快樂 速理性快樂 大家說 下一個星期 我們下次見 好嗎 各位聽眾們都是信心快樂 拜拜 拜拜 給家人幸福美味 都不要忘記 給自己健康沒有油煙味 硬化鍋輪變頻抽油煙機 通 主播士 是 好好的 今天這個年輕人 可以帶給一個好的煮法 是的 即使即食麵 都可以倒些洋蔥膠 好 好 聖誕法樂 為何聖誕和隨直 有沒有什麼外遊的準備 出差就不會 其實這裏新澤西 接下來有一個很大的風 接著有很多雪 今天早上差不多60度 接著現在只有20度 所以這裏是挺好的 好 保重 照顧家人 現在在下雪 好 保重 保重 下星期見 拜拜 大家聖誕快樂 拜拜